农历的八月 是农历不是阴历 阴历还不如阳历 在这个节气上对应的好 而农历是阴压和历 为了方便农业生产 这是最大的一个用 所以叫农历 我们封地关 这个油继续阴走下去 一下变出了这个 这个呢 有很多好的意义 为什么我们从挂中来看 初六同关 小人无救君子力 因为这个初遥 他不当位 但是小人却好 因为他在整个这个环境下 就出这种产物 从小不懂事 也是自然现象 所以一点小的错过 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当然如果 很明白的家庭 从小就教育的好 把这一遥一变 变成了 分了一 这个上下就有呼应 就最好了 如果你人为言轻 你是君子的话 你还能保持这个养有 那就更好了 所以说小孩子 你太错过她 错过她 错过她也没有用 因为她不懂事 太小了 然后 盔观 立女真 这个 中 正 最遥 女子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此时呢 就在门里 门外 看到有人来 偷偷地打开这个窗户 打开门 那么 在家又不影响谁 没有什么不好的 女人 她多多少少也要了解点事 但是呢 从门缝里看人 难免把人看扁了 这是一个邪后语啊 她的寓意 当然没有看扁 她的寓意是 就是看得比较片面 只是看到一个人的外在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也不会有过失 那到了第三遥呢 六三 观果声进退 这个时候是坤卦的终点 如果是 这个护卦 也是坤卦 其中一遥 就是她 总体就代表着 于上于下的 这一个顺从 那就 顺 这个一顺百顺 那就顺其自然了 这是个大势所趋 她也是其中的一员 也起不到太大作用 就好像是 讲的不好听 叫一求之贺 无贺之重 那讲的好呢 她顺从的好 也就好 但是到底好不好 我们再看啊 这个 观国之光 利用 利用宾与王 这个 六四啊 本来是 她属于上卦 但是 她却跟下卦 成了一个 势力 而且在上卦的最后一遥呢 最下面一遥 她是一个训 就代表着她 使这个前卦变了性质 也趋于这个坤卦 跟下面人团结的比较好 那么就像一个宾客一样 好像这个心也不在主 就顺着这个民情 这样再来 其实因代表物质 整体来说呢 这是一个可观的 像现在这个年代 也可以拿这个来映像 物质很文明 女性就崛起了 当然一旦崛起 怎么样呢 下一遥再一变 就是闪地搏了 这个就要 遥遥欲坠了 再变就没有了 就全都女人了 全都是物质 科技 产物 这些物品 精神 全都没有了 那么怎么样呢 就靠六五 观我生 君子他还称着这个位置 没有关系 那暂时是没有关系 以后就不一定了 那为什么能撑得住呢 一个是这两个腰绑在一起 显得力量比较大 二一个呢 从这个把两两合在一起 它是一个根挂 它代表一个 指 当然根也代表开始的 这个终点啊 当然 如果是变成了阵挂 那就真正是开始 那么观其生 君子无救 那这个 只能顺其自然了 这个时代 依然如此 这就是天道 只索然 你没有什么